貨櫃車開在內側車道 突然右前方那輛機車往左邊騎 貨櫃車駕駛急忙左轉閃開了機車 並且緊急踩煞車 但卻因為車體太大太重 煞不住後輪都噴出白煙 地上刮出長長煞車痕 貨櫃車失控衝向對面車道 撞進路邊民宅 突然左轉的機車騎士 當下也被巨大撞擊聲嚇到 停在馬路上不知所措 民間的大門還有牆壁 都被貨櫃車撞破 當時屋裡有一名婦人在廚房裡面 他死裡逃生 嚇到不行 夫人說他當時聽到一聲巨響 趕快跳開 差一點就被倒下來的 牆壁和門框砸到 夫人及時逃命 但腳還是被撞噴出來的 碎石頭砸到受傷 而他的家被貨櫃車撞到亂七八糟 櫃子 家具全部擠成一團 冰箱被撞倒就壓在車子上面 轎車和機車都被壓壞 車禍地點在彰化鹿港鹿草鹿二段 警方到場出不研判 貨櫃車當時是要閃躲 突然左轉的機車 而機車騎士後來還騎走 警方趕緊依照車牌找到郭姓騎士 我就是要不要隔一病 會不會吃 有郭姓民眾騎乘 自中機車遇切入內車車道 那該留言遇閃避該部機車 而導致車輛失控撞進路旁名宅 機場車禍撞壞名宅 也造成居民和貨櫃車駕駛受傷 警方要釐清突然左轉的機車和貨櫃車的肇事責任